你是黃國昌這隻寄生獸的宿主 民眾黨國民黨白蘭和北蘭 主席 各位同仁 就在這個時候一場之隔 中山南路 青島東路 濟南路 已經有將近十萬位民眾 他們冒著磅礡的大雨 他們拖著疲憊的身心 再度回到我們立法院現場 關心我們國家 今天一整天國民黨都在說 愛民眾不瞭解法案沒關係 可以聘請律師 但是就在我們現在正要討論的第59條第4款 要聘任律師也必須主席同意 這是多荒唐的事啊 但是更扯的是前天國際記者會 國民黨竟然說 定義不明確沒關係 等法案通過了再來做說明 天啊 這是先射箭後畫把 先上車後補票 我們立法可以怎麼草率出兆嗎 可以怎麼忽視人民的權利嗎 所以這一切的始作用者 就是偽君子黃國昌 黃國昌一知半解的抄襲了民進黨 然後一陣胡說八道之後 國民黨如獲自保奉為歸虐 通常啊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黃國昌跟國民黨是小人報仇一天到晚 所以他們一排集合一起作亂 那麼我要要求的是 柯文哲你在哪裡 柯文哲站出來 柯文哲你是民眾黨的主席 你是黃國昌這隻寄生獸的宿主 柯文哲你要講清楚 黃國昌這麼志意萬為 胡搞瞎搞 你柯文哲認不認賬 你柯文哲負不負責 柯文哲你不敢做的藍白和 偽君子黃國昌做了 而且變成是白蘭和 民眾黨國民黨白蘭和 白蘭 黑蘭 感谢观看